范婆大道四里街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休旅车和大型罗里相撞 造成两名乐林人士死亡 还有两人受伤 罗里司机在案发之后 疑似逃离现场 行踪成迷 这起意外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05分左右 私人共乘的丰田休旅车 当时朝八甘方向行驶 但不知何故撞向正在 反方向车道行驶的罗里 导致休旅车司机当场死亡 车上的三个人受伤 其中一人送院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另外两名伤者被路过的民众救出 消整局证实 两名死者分别是68岁和96岁的乐林人士 当局已经把遗体交给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警方还在追查罗里司机的下落 这根路露ıld他们自败isser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